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周四的下午 我呢正在打包 然后我们一会儿呢要上飞机去纽约 我们有一个五天的行程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是我老公有一些朋友在纽约 然后刚好很多事情 就是有一个人生小宝宝啊 然后就是反正不知道怎么就是 反正约的就去那边玩几天吧 顺便也跟朋友叙叙旧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就是我老公最好的朋友之一 在他住在亚特兰大 然后也会去纽约那边跟我们会合 然后我们在纽约还有一些朋友 然后到时候就会一起叙叙旧啊什么的 所以呢我也会把大家一起带着 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这五天的行程 我尽量多拍一些片段 因为我不太确定到底能拍多少 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很多朋友一起 不是我们两个人的行程 所以呢我就怕说到时候 因为他们呢都不是就是做视频的人 所以呢可能不会太希望 就是说我去拍他们 所以我就不知道能拍多少 反正我尽量 我呢现在正在打包 然后完全脸上没有化妆 所以完全是素颜 然后希望大家不要记忆 然后我的头发呢完全都没有做 就是第三天的头发了 然后我前两天刚剪了头发 然后把头发拘了一下 所以呢 嗯那个叫我不要就是一两天吧 不要洗头 所以呢今天是第三天 我就忍住没洗 然后我就希望他能够 颜色能够多呆在头发上 多呆两天吧 我呢就带就会带一个这种carry on 就是能带上飞机的这种旅行箱 然后看看怎么样吧 看能不能把应该五天的东西 应该能够全部打进去 OK我知道这个视频很跳跃 我突然化了一半妆 然后想起来应该给大家稍微录一下 我真的是对这个水手拍 还是不太敏感 不知道该拍什么不该拍什么 然后我刚才我现在还没有打包完 然后打包了一半 就过来化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大家看到我的短发没有 一会儿我再做一做吧 我现在还完全不知道该怎么 打理那个短发 我今天用的是这个Hourglass的这个 stick foundation这个粉底条 这个非常非常的好 我很喜欢 但是呢太贵了 所以不常用 然后我刚才就是把底妆和那个 遮瑕膏弄了一下 然后其实我今天也不太想化太浓的妆 就稍微 稍微化一下就好了 主要是要 为什么这上面好像有腮红的样子 天啊 我跟大家说我平时就是这样子 这是我最真实的一面 今天的妆呢就稍微简单一点 然后主要是让她很持久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去坐晚上的飞机 然后当明天凌晨才能到 然后我们还要等她的朋友在机场 所以呢就大概要到 要到明天下午才能去入住酒店 因为她好像是两点钟才能入住嘛 我们去那时候再看一看嘛 看看她能不能让我们早一点入住 但是我们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所以我们在机场可能还要逗留一段时间 我最近很喜欢用这个 叫blink的这个牌子 然后她有一个 她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盘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那个博主 她的那个YouTube名字叫In the Flow 然后她曾经跟那个 Lemere的那个御用的化妆师 做过一个视频 然后叫Patrick Ta 然后她是一名华人的化妆师 然后她就给那个Victoria 就是In the Flow的那个博主 给她画了一个妆 然后就特别特别的自然 然后她就是那种 我感觉全部都是光面的东西 当然她有 就是眼睛上有一层一层 她给她画了好几层 大概有五六成的颜色 然后上面还就是 有的时候会弄一点点的修容啊 还有腮红啊 然后就跟这个 她其他的这些眼妆 稍微的那个呼应一下 但是我是没有那种功力的 我不知道怎么去 把修容和腮红搭在上面 反正我看她那个手法都差不多 都是在这眼皮上反正就擦一擦 然后就一层一层的往上涂 然后涂出 最后的成品呢 就特别特别的自然 然后就 反正就是很美 所以呢我也想 大概学一下 然后我看她就用的 全部都是这种晕染刷 就是特别松 特别散的这种 所以呢就是 涂上去以后就薄薄的一层颜色 就特别的自然 然后特别的 晕得特别好 像你用这种 很实的这种眼影刷呢 它就会 颜色保护率特别高 然后 就涂出来呢 就会 反正就很浓吧 所以呢 我就想说也 学一下 她的手法 然后我最近呢 就一直 就是全部都用这种 晕染刷来 刷那个眼影 然后 就是也很简单 就是这样 扫上去 就OK了 然后最近呢 也不怎么用 眼线笔 有时候也用一下 但是就是尽量 让它保持 就是这种很 自然很 当然也不能算自然了 就是没有什么 特别尖锐的棱角啊 然后 所有的东西都是 都是晕在一起的 那种感觉 大家能不能理解 我的意思 反正 最近就很喜欢 这一类的妆容 还有今天的妆容 我也很满意 非常的自然 然后 非常的有光泽感 OK 那个头发 稍微弄了一下 我现在 我只能弄到这样了 我真的是 特别不会弄头发的人 然后我就 稍微卷了一卷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我就是大概让它 弄成后面短 前面长的这种 感觉 我就觉得 比较酷酷的 但是 我的那个发型师呢 是韩国人 然后就 给我弄成那种 比较甜美可爱的 然后这一柳头发呢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因为我这儿有个旋 你知道吗 所以它 很自然的就是这样 就开了 然后就很丑 很 撮 你知道 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反正 就这样吧 反正也没人看 就是 上背机也没人看 OK 给大家看一下我打包的情况 基本上我就是带一件这样的皮夹克 然后呢 下面就是 这个之前给大家说过 就是那个packing cube 就打包的 用的这种袋子 就很好用 很省空间 而且让你的 就是每一个都归类啊 很整齐 然后你拆包 在装的时候 也特别方便 然后基本上就是 这是 这里有一双鞋 然后这里还有一双鞋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底下就是 衬衫啊 裤子啊什么的 然后这儿就是内衣 运动服 虽然我 度假我还是决定 要继续坚持 健身 应该是可以把我的卷发棒放进去 然后我看到 看看我的这个彩妆 还有护肤品什么的 能不能放进去 不能放进去 我就随身还要带一个 大一点的包包 然后就装在那个包包里好了 然后这 我基本上就带一个包包 一个小包 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 如果比方说要出去 比较什么高档的地方 需要一个晚装的一个包 我就带了一个小的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最后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的穿搭 就是去机场的 就是完全以舒适保暖为主 因为飞机上每次都很冷 然后下了飞机应该纽约也很冷 所以呢就这样 就是我的大最后的T恤衫 然后打底裤 然后那个topshop的 就上次在NOTION买的 那个topshop的那个长衫 然后我还有一条围巾 就这样子的 因为它特别特别的保暖 所以在飞机上呢 可以当一个好像毯子一样 或者是呢把它卷一卷 然后可以当枕头 所以因为我们是整个六个小时 都是晚上的飞机 所以可能要睡会儿觉什么的 所以大概就这样 然后就是我的旅行箱 然后这个大包 我特别喜欢这个大包 因为它可以当一件 私人物品带上去 所以我这样的话 就不用去check-in行李 所以就很方便 OK我们现在到了机场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在等一趟飞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那个阿斯的那个枪击事件的那个新闻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然后那个机场现在全部都是警察 然后都是真枪实弹的那种 全部武装的警察 所以我们来的时候 还有点怕怕的 但是应该蛮好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等我们的飞机 然后我们check-in啊什么的都还算蛮顺利的 然后就是机场也没有什么人 这个反正是挺晚的吧 应该是大概最后几班飞机的吧 因为我们这个机场11点钟以后就不起飞降落了 所以那我们现在正在等飞机 然后那我们就明天纽约见吧 OK我们现在终于到了 然后我们的头发现在已经乱七八糟了 没办法弄了 我们现在在机场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在等他 现在是其实是我们的时间两点钟 但是呢就是现在是纽约时间五点钟 所以我的朋友是大概十点多才到 所以我们还要在机场再待一个小时 然后因为我们已经出来拿了行李了 因为我的行李呢直接带上飞机 他说我的行李太大 所以帮我破运了 然后呢就只好出来拿行李 然后拿完行李以后出来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还好有咖啡 所以我们买点咖啡 然后补买了香蕉 反正就不知道一会儿怎么度过这五个小时吧 现在最想的就是回酒店 然后呢洗个热水澡 Zither Harp I found myself in front of you But I couldn't find the words to say to you No more than the ones you knew We wandered all of New York City We wandered through her clouds We are finally in the hotel We can't go to the hotel I'm going to go outside Let's go to the hotel We have a hotel on the hotel We have a Zara We have a hotel The weather is so nice I'm wearing a服 I took the shirt I have a sole shirt I put the shirt on the shoulder 我真的好想去酒店洗个澡,但是没办法 这个优衣库应该是一个旗舰店,我们上次也来过 比我们家那边的好多了,只有多大 而且它有很多artwork,就是别的店看不到的那种 画啊,什么艺术作品啊,什么的 上海米奇 现在已经买完东西了,其实也没买什么 就是买了一些,一个帽子还有一双帽子 没有近视意见 因为我老公他们已经在下面等我了,我现在要去跟他们会合 OK,我们现在就在著名的第五大道 然后,这些都是第五大道的一些店 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呀,我也不知道 我们基本上就在这里逛一逛,然后要跟我们的朋友会合去吃饭 所以... 蛤? 啊 这儿有个乐高点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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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left me and I couldn't see All the holes that you have filled in me All the streets of New York City All the streets of New York City All the streets of New York City OK, we are now at the very famous Grand Central Station That is the New York City Let's see Let's take a video of them Wow, it's so pretty Yeah, same as Keith We are now at St. Patrick's School I don't know if you can hear me But they have a kind of仪式 Look at that crew I think they are Canadian I guess they are Yeah That is... Oh, someone's missed Oh Oh 好像是有一對仙人在結婚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教堂 I see the Queen's side of the fraternity class That's right That's on the right side Yeah How are they? ARIYA 幾乎 Are they? Oh What are you five... Kindu What are you five... What are you five... Mac It's amazing Yeah Get the detail You know 阿 阿 阿 我們終於 入住酒店了 好不容易啊 我们真的是 从昨天早上 可能七点钟起来以后 就还没睡过 因为在飞机上也没睡好 虽然是可能打了个盹吧 但是根本就睡不好 然后一直到今天早上下飞机 然后又回来 然后呢 又不能入住酒店 然后就跟他的朋友去吃饭 然后吃饭的过程中呢 也是一搏散折 然后我们就等了好久 才等到那个饭 然后大概我已经 就连续好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都没吃饭了吧 就从昨天晚上六点钟 吃完晚饭以后 然后就没有吃过饭 然后到今天大概两点半 才吃上饭 那个餐馆是一个寿司餐馆 是一个日餐 然后确实非常好吃 但是呢非常的 可能是史上最牛叉的餐馆了吧 进去跟你说这个 只能点什么餐 然后呢 还不能就是厨师建议说 你不要用那个酱油 还不让用酱油 然后之后我们那个朋友 他的太太过来看我们 然后坐在那个我们那一桌 然后有人就过来说 我们是你不可以中间进来的 然后进来也不能点餐 我们说好吧 我们不点餐 然后最后结账的时候 他们还把小费 直接给我们算上了 就是直接强行的 把小费加到我们头上 天哪 真的是太扭畅了 但是确实非常好吃 然后刚才我们一路走回来 大概走了有半个小时吧 但是我感觉好像一个小时 反正我身上已经开始出汗了 所以还挺爽 不知道我到时候会怎么剪辑这一段 但是路上也是遇到好多 就是好像有一个什么集会之类的 然后上面里面都是卖小吃的呀 可惜我们已经吃过饭了 然后还碰到一个 碰到一个明星 然后就这样从大街上走过来 然后我没有去那个St.Patrick那个教堂 然后正好有一个一对新人结婚 所以也是挺开心的 反正到时候大家应该都会 我都会播那个片段给大家 一会儿呢我要做一下运动 因为周二就没有做运动 然后周三周四有做 但是今天周五因为在飞机上 所以今天还没做 所以今天一定要把运动做了 因为这几天在纽约的时候 可能都吃的就会比较不忌口吧 所以呢就一定要运动不能间断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酒店的房间 非常非常的小 那边那个是门 然后进来以后就是这样 这个穿衣镜 不过给大家看穿搭的时候 这个穿衣镜还蛮好的 然后这边就是浴室 好小啊 哎天啊 看一下 对这个是浴室 没有浴盆 我还带着那个沐浴的 想泡个澡啊什么的 应该也泡汤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衣橱 然后就是这里有个凳子 一个桌子 就是床 好小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景色 我们这个酒店这个虽然蛮小的 但是位置特别好 我们就在那个第五大道上 然后在第五和第六大道之间 然后55阶 所以还算蛮中心的位置 大家不要介意我的头发 我现在头发太短了 梳也梳不上去 所以反正只能就这样了 我也不管了 现在健身房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我今天做的运动呢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在最爱分享里面分享过的 巴尼巴斯的十二周的这个计划 我现在做到是第应该第三周吧还是第二周 我也忘了 反正我一会儿看一看再说 但是那个书呢我忘带了 但是它网上有个电子版本了 所以一般之后我会就是用了手机 然后看网上那个电子版本的 今天应该是周五 所以是26分钟的一个运动 基本上就是四分钟的Cardio 就是在跑步机上跑四分钟 然后六分钟的那个Stretching 所以是十分钟的暖身 然后是六分钟的 它做它里面跟你说的一些动作啊 什么的做六分钟 然后之后呢再做重复 那个冷身也是四分钟的那个跑步机 然后六分钟的拉伸 就是一个冷身暖身 其实就是这样二十分钟 然后真正就很高速的这个做运动呢 是六分钟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OK终于做完运动 然后也洗好澡了 现在我就准备上床了 虽然现在才八点钟 而且加州时间现在才五点钟 但是我其实已经挺累的了 所以我老公跟他朋友出去酒吧 看球赛去了 所以我就晚上也不想出去了 就晚上在家里面 然后看一看YouTube视频啊什么的 然后就准备睡觉了 那我们明天见 拜拜 早上好 我们现在刚刚起床 现在早上十一点多 我们大概十点多快十一点才起床 因为昨天晚上 那个 其实昨天晚上睡的还挺早的 就是按照加州时间来讲 九点多就睡了 就是纽约时间十二点多 所以我想应该差不多吧 睡七八个小时 早上应该七点多 八点就醒了 结果我们醒来以后 已经十点多了 可能还在早时差吧 因为我们有三个小时的时差 然后早上呢 那个我老公就去 我们那个朋友最喜欢的 bagel店买了咖啡 然后买了bagel 反正就差不多稍微吃一点吧 然后 因为我本来想今天早上还要去做运动的 因为我那个body bus的那个计划 其实周六周日是不用做运动的 但是因为我周二没有做 所以呢 我想把周二那一天补上 然后再去 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 所以我要是做完运动 然后再洗澡 然后再化妆 再收拾出门 那就太晚了 所以 我们那个朋友已经出去 溜花了 然后 今天呢 我想就是 我老公他们可能出去转一转吧 然后我想去一个人去shopping 因为有朋友在 又是男人 所以他们可能shopping就不是特别喜欢 所以我也不想拉着他们 跟我一起去shopping 然后还是我自己一个人比较自在 所以 可能就是这样 然后晚上 下午的话去见一个朋友 他刚生了小宝宝 所以呢 我们一起去他们家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安排 那我们一会儿见 OK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穿搭 我觉得我比较失败的 就是我带的都是外套啊什么的 然后就这种衬衫什么就带的很少 所以呢 今天就把我 还是把我的这个 band tee穿上了 然后 这种破洞的 这种我觉得挺酷的 纽约穿也挺合适的 然后 这个是 我的那个皮裤 当然是仿的了 然后Kohan的那个平地鞋 其实我本来有好多 就是心里面想的 有好多好看的穿搭 就是皮夹克啊 什么的酷酷的 但是现在都没法穿了 因为外头就是挺热的 八十几度 然后我的妆呢 就是我就弄了一个红唇 因为现在的发型 就比较弄成那种甜美可爱型的了 然后就 我觉得必须要有一点酷酷的那种元素 所以呢 就弄了一个红唇 然后 眼睛呢 就是那种猫眼的眼线 我今天呢 是有几个任务的 我是想买一条那种 比较直筒的 七分的牛仔裤 然后呢 买一双比较酷一点的靴子 然后买一条皮带 然后买一件白衬衣 然后我特别想买一个就是红颜色的东西 包包啊或者鞋啊 或者饰品什么的 就是因为今年特别流行红色嘛 但是我又没有特别多的红色的东西 所以我就想买一件就是红色的单品 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 所以反正我们在第五大道上 应该就是都有 就是有几个店想去逛 Topshop H&M Zara 然后我还看见有free people 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逛free people 因为我觉得它的价钱还是比较贵 然后呢 我想看看有没有 昨天没看到有Forever21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如果有的话我也想去逛一下 那我老公他们已经走了 他们出去逛去了 然后就剩下你们跟我一起去shopping 没有了 我老公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 然后我现在反正就是瞎逛 然后看到这里有一个很长的车长吧 全部都是红色的法拉铁 非常地好看 然后我现在满大街在找垃圾桶 但是呢一直没有找到 满大街的第五大道上 这么多的游客都没有一个垃圾桶 真的是浮楼 终于找到了 都不错了 给他 都不错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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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